苹果iPhone手机在国内非常的受欢迎,其独特的外形设计,优异的系图设计,以及完善的售后服务都得到了国内消费者寡贩的好评。 但是iPhone一直有一个很大的短板,就是不止持双卡双代,在国内人均都有几张手机卡的情况下,iPhone只能插一张卡,就显得特别不方便。 这也是iPhone在国内销量的最大阻碍之一,但近日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称,已有多类消息人士透露,苹果在今年秋季发布会上推出的新iPhone中,将会有两款手机,会具备双卡双代功能。 这相当于是针对中国推出的定制方案,只有在中国市场销售的苹果手机会支持双物理卡槽的双卡双代方案,也就是证明扑克终于开始针对中国消费者的喜好,来对iPhone进行改变。 其实苹果早就应该这样做了,中国市场iPhone的销量,一直就是仅次于美国市场的存在。 作为第二大销量来源,苹果为中国市场,做出一些改变也是合情合理的。 在国内双卡双代几乎已经成为了一种刚性需求,很多有想法购买iPhone的朋友,就是因为不支持双卡双代,所以放弃了这个念头。 只有少数用户会采用带两个手机在身上的这种做法,双卡双代在安卓手机上早已是标配。 iPhone支持没有动作,也让不少国粉感到寒心。 如今终于有了双卡双代iPhone的消息,还是专蒙为中国定制的,相信不少小伙伴都应该感到高兴吧。 相信双卡双代版本的iPhone发布后,销量肯定会打涨,甚至超越之前所有的iPhone。 因为国内消费者对于双卡双代看的太重要了,距离2018苹果修气新品发布会的时间越来越近了,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 对于双卡双代版本的iPhone你期待吗? 本文由吴马说科技原创,欢迎关注,待命长之。